这一事件涉及到中国娱乐界的两位年轻明星肖战和王一博 他们两人以自己的演艺事业和音乐而闻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近年来采取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以下是一些关于他们为何有不同发展的思考和评论 肖战和王一博都起源于真人秀 在节目中他们分别扮演主要角色 成为一对备受关注的搭档 借助这部剧的成功 他们都变得非常有名 拥有大量粉丝 然而 此后 他们分别追求了不同的个人职业道路 做出了不同的个人决策 肖战在面对因网络争议事件而遇到困难后 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和慈善工作上 他推出了多个成功的音乐项目 包括光点和为爱而生等歌曲 他的音乐事业吸引了国内外粉丝的关注 此外 他经常参与慈善活动 还建立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来支持需要帮助的人 肖战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他的外表和出色的演技上 还表现在他的善良心灵和慈善精神上 与肖战不同 王一博专注于摩托车赛事艺术 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参加了一些知名的摩托车赛事 拥有大批赛车爱好者粉丝 此外 王一博还保持了成功的音乐事业 并推出了多首受欢迎的舞曲 凭借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自信 他吸引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这表明他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演员 还在多个艺术领域中脱颖而出 肖战和王一博之间的不同发展 可以通过一些因素来解释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职业管理 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经济公司 而他们的管理方式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发展方向 肖战选择独立管理自己 而王一博仍由一家经济公司管理 这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会影响 他们个人品牌的建立和艺术项目的选择 此外 与粉丝和公众的互动也在他们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肖战与粉丝有着频繁的互动活动 他始终表现出对粉丝的感激和尊重 他还经常参与慈善活动 这在公众眼中塑造了积极的形象 王一博也与粉丝有着良好的关系 但他更专注于工作和摩托车赛事 在与粉丝互动的方式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 这两位演员的表演能力和艺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肖战和王一博都通过电影和电视项目证明了他们出色的演技 然而 他们在艺术领域的取向有所不同 肖战通常出现在传统的电视和电影项目中 而王一博选择参与更独特的艺术项目 例如摩托车赛事方面的表演 这显示出他们在不同艺术领域的涉足 使他们的职业生涯更加多元化 个人因素也对他们的个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肖战一直以其温和尊重和外相的性格而闻名 他的友善和感恩之心建立了一个忠实的粉丝社区 而与此不同 王一博通常展现出独立 活力和挑战性的个性 他的自信和冒险精神吸引了时尚和独特生活方式的粉丝 此外 个人项目也在形塑他们的形象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肖战参与了许多知名的音乐和电视项目 而王一博则投身于摩托车赛事和真人秀节目 他们在个人项目中的多样性有助于塑造强大的声誉 吸引了不同的观众 肖战和王一博之间的不同发展 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 首先 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职业管理 这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多元性 其次 他们与粉丝和公众的互动方式 以及他们自己形象的构建方式 都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最后 个人项目的选择也是他们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在个人发展方向上存在差异 肖战和王一博都取得了成功 并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这些差异只是娱乐行业多样性的一部分 表明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建立职业生涯 并为艺术领域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赵丽领爆料近况 直言入秋从腿开始 银宝已经穿上秋裤了 2023年9月26日 我们的银宝赵丽领再次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 这一次并不是因为新剧新片 而是因为他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生活近况 一段令人欣喜的Vlog 将他从不同角度呈现在我们面前 展示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银宝不仅在事业上有着耀眼的光芒 而且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一位充满活力和温暖的女性 银宝 从初出道时的甜美少女形象到如今的成熟魅力女性 她的演绎之路一直在不断蜕变 在她早期的作品中 她以清新甜美的外貌和活泼可爱的性格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银宝逐渐展现出更多的演技和内涵 她的表演愈发成熟 魅力值更是飙升 这次的封面大片中 她的妆容和造型都展现了她的多面性 既有甜美俏皮的感觉 又带着一份淑女的优雅端装 让人不禁赞叹她的多才多艺 在这段Vlog中 银宝的时尚表现力也不容忽视 她的服装搭配和略微复古的妆容都展示出她对时尚的敏感和自信 她的肩颈线和锁骨窝都散发出健康与养眼的美感 让人不得不称赞 这种自信和对自身的热爱 无疑是她吸引众多粉丝的原因之一 银宝的生活态度不仅仅体现在时尚上 还体现在她的养生习惯中 她在Vlog中展示了自己早早穿上秋裤的习惯 引发了大家的一阵议论 虽然天气还没有完全变凉 但她早早地穿上秋裤 无疑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种充分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习惯 让她成为了一位养生达人 受到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除了职业上的成就 尹宝也在个人生活中有着温暖的一面 近期 她首次公开了和儿子想想宝贝的温馨合照 这一举动令粉丝们感到惊喜 虽然她在之前一直没有晒过儿子的相关动态 但这次的合照让人看到了一个温柔的母亲 尹宝蹲在地上为儿子拍照 儿子搂着她的脖子 一家人的幸福温馨感异于眼表 虽然儿子的面容没有展示出来 但她的小长腿引发了网友们的一片赞叹 看来是遗传了父亲冯绍峰的高个子基因 在一次采访中 赵丽颖首次提及了成为母亲后的变化 她坦言这一新的身份使她变得更加耐心 和内心更柔软 她充满爱的言辞令人感动 与一些所谓的虎妈不同 她表示不会成为一位苛刻的母亲 因为她一直对自己要求很高 只希望儿子能快乐健康 她将全力支持她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 这种温柔而坚定的母爱观念 赢得了粉丝的尊重和喜爱 最近 赵丽颖频繁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 社交媒体更新频率让粉丝觉得像在朋友圈 这种亲近感和真实性加强了她 与粉丝之间的联系 我们期待她会继续这样的频率 分享更多生活近况 特别是与儿子的温馨时刻 让我们见证这位杰出演员在家庭中的幸福时光 总之 赵丽颖的演绎和个人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她的多才多艺和温暖性格 让她成为众多人的偶像 无论在职业生涯还是家庭生活中 她都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温情 我们满怀期待 为她的未来加油 她一直在激励我们 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杰出演员的成长与发展